一城首富谈个车 买车一年却变租车 12月16号媒体报道 2018年9月 李某在谈个车平台门店看上一辆车 平台称一城首富新车开回家 双方签了一份购车订单 并做了贷款方案 工作人员称 按规定首富不能低于三成 为了实现交易 要将车放在公司名下 一年后才能将车过户给李某 下单后 工作人员通过李某的手机 交了钱 车取回家一年后 李某收到谈个车过呼异常的通知 此时他才知道 工作人员瞒着他签署了一份电子租车合同 而购车订单上的月供也变成了月租 工作人员称 李某可以通过以下选择继续开车 一是分期买车 第一年每月承担月供 加上质纳金15万才能买下这辆车 二是交付余款8万多 这样车的总价就变成了12万 但退车的话 他不仅以前的钱收不回来 还要负担2万多的违约金 李某拒绝这些选择 从而导致逾期车被收走 谈个车客服称 该合同是一加三 以租代买的形式 即第一年以租车形式进行交易 如果仅完成一年租约 未履行后三年分期 就构成违约 公司有权利收车 律师认为 以租代购的交易并没有问题 但谈个车将买卖协议变成租赖协议 就有涉嫌欺诈的嫌疑 根据法律规定 受欺诈方有权请求法院或仲裁机构 对该协议予以车销 在司法机关依法确认公司存在欺诈行为后 消费者还可以要求法院 向谈个车的相关主管部门 发送司法建议函 建议进行相关行政处罚 并督促整改 新京报动新闻综合整理报道